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 这种联动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你是街霸的粉丝又喜欢漫威 那一定知道双方合作过漫威对卡普空系列 但是在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漫威超级英雄对街霸》中 除了漫威与卡普康姆 还加入了个第三方联动 诞生了一个传说中的恶搞角色 现魔旅 这个角色的人气甚至一度超越了漫威的众多超级英雄和街霸的格斗家们 在日本的街头巷围成为了人们争相讨论的热点 然而也是这么一个角色给卡普康姆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段传奇的往事 事情还要从26年前说起 1996年 35岁的卡普康姆开发本部部长钢本机器 正在卡普康姆如火如荼的制作大热格斗游戏的续作 漫威超级英雄对街霸 有一天游戏杂志发明通的总编冰村红一联系到钢本 说Donnell's的慕离县太郎想要在自己的电视节目 Donnell'sの名前でダラダラ行かせて中设计一位游戏角色 要不让他去你那边看看怎么样 虽然事出突然 但钢本机器一听到慕离县太郎 他也没问节目的录制流程和附带条件 甚至连公司高层的意见都没有征求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么这个Donnell's的慕离县太郎 到底是何方高人 可以让钢本机器这样的知名制作人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呢 别说 这个慕离县太郎确实来头不小 Donnell's是日本的一个当红搞笑组合 翻译成中文就是隧道二人组 由石桥桂名和慕离县武组成 组合在80年代初成立 80年代末爆红 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搞笑组合 他们的歌曲最低点 还被港台歌手翻唱过 就是谭永林和同安阁合唱的那首 你我之间 而刚刚说到的那个Namata La 也是当时日本收视率数一数二的电视节目 说是90年代日本电视节目的代表 也并不为过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慕离县太郎 就是慕离县武的一名 慕离县武不仅搞笑 才能出众 在演艺 主持 音乐和美术方面也多有建树 是个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 20多年后 刚本集齐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中也坦言 当初之所以答应让慕离来给游戏设计角色 就是因为被慕离的美术造诣所折服 所以当时立马就做出了决定 既然双方一拍即合 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录制了 慕离县太郎这档节目的特点 就是比较随性 并且没有预先设计好的脚本 而是以类似直播的形式进行录制 录制当天 慕离带着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就晃晃悠悠地来到了CAPCOM 面对第一次使用的数字化设备 慕离开始了她的设计 随着设计的进展 刚本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 完成后 画面上展现出的是一个长得和大猩猩一样的女性角色 此刻的刚本 那真是哑巴吃黄连 不过毕竟节目是要在全国播放的 总不能对着全国观众的面 否定一个大盘艺人 让人家下不来台吧 不过好在这只是慕离为了熟悉在电脑上作画 所创作的一个实验性质作品 刚本揪着的心 这才暂时放了下来 到了正式的创作环节 慕离从现稿开始绘画 大体外形勾勒的差不多了 虽然没有上次那么夸张 但是看上去明显也不是什么正经角色 主持人还使坏地问在一旁围观的安田朗 请问您觉得怎么样 安田朗是Cupcom美术方面的大拿 街外二里的春丽和古猎就是他设计的 面对这样的提问 安田说 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主持人又对刚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刚本一看就是个实在人 战战兢兢地说 我感到非常不安 最后他又补充到 安田会负责任的 总之 先把锅给甩出去再说 最终新角色的形象确定下来了 是一个个头矮小 穿着学生服 却长着一张大叔脸的搞怪角色 确定了形象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的工作更加重要 那就是设计角色的动作 格斗游戏 动作和招式才是角色精髓 作为一流的搞笑艺人 这一点也难不倒目离 他使用动作捕捉设备 做出了非常多的搞笑动作 让在一旁的刚本赞叹不已 从走路防御到各种拳脚攻击 把一个角色的搞笑属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些剑走偏锋的想法 确实不是他们这些正统的游戏设计师能想出来的 形象和动作都搞定了 但角色还没有起名字 栏目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节目里发起了征集名字的活动 结果通过邮件一共募集到了2696个名字 目里最终选择了一名叫做 《离古明信》的13岁小观众的体验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现魔旅》这个名字 为了表示感谢 Cupcom还给这个小朋友送了一份礼物 漫威超级英雄对街霸的游戏基板 和一个街机矿体 还有Cupcom在PS和SS上发售的全部游戏 好家伙 这可真是一份大离 不知道如今已经接近40的离古明信 还有没有收藏着这些宝贝呢 在征名的过程中 角色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 等到节目再次开始录制的时候 刚本给栏目组的人演示了 已经接近完成的《现魔旅》 游戏中的《现魔旅》 完全还原了目里所录制的动作 目里本人看到后也是非常激动 当主持人问他 还有什么其他没有展示的技能时 钢本扭扭捏捏地说道 呃 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在主持人的一再追问下 还是展示了出来 没想到居然是 管场攻击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现魔旅》对着蜘蛛侠和绿巨人 使出了千年杀 漫威的超级英雄们受到了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暴击 到这里距离角色完成只差一个环节 那就是配音 这也是为角色注入灵魂的最后一步 COPCOM请来了达尔西姆 肯 小鹰 和丹的声优 一起和目里完成接下来的配音工作 目里本身就是艺人 在表演方面也是专业级别的 虽然录制的素材量并不少 但是配音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 至此 《现魔旅》这个角色 经过了造型设计 动作设计 配音的一系列工作之后 终于完成了 游戏的阶级版也在1997年的3月顺利发售 而事情到这里还没完 因为《现魔旅》这个角色是COPCOM 在没有得到漫威的许可下进行创作 并擅自加入到游戏里的 这样的骚操作自然也惹恼了漫威 在电视节目里创作角色 通过播放在全日本引发的热议 这事儿怎么可能不被漫威的人知道呢 试想一下 当漫威看到这样的画面 会是怎么样的反应 果然 老美那边的投诉接踵而至 我们的超级英雄怎么可能输给这种家伙 合同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角色要混蛋 你别说 其实COPCOM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他们之前就曾经在给漫威制作的格斗游戏里 偷偷的夹带过私货 1994年发售的X战警《磁场原子人》中 好鬼就作为隐藏角色出现在了游戏里 在一年后发售的漫威超级英雄中 恶魔战士的角色阿妮塔也凑了个热闹 如果说之前强行加入的角色 好歹还算是COPCOM的游戏角色 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这次的这个《线魔旅》 既不是COPCOM的角色 又不是漫威的角色 更不是个格斗家 怎么看都像个三不瞻 就这么强行加入到游戏里 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面对漫威的投诉 COPCOM也知道理亏 于是《线魔旅》这个角色 在海外版当中就被删除了 导致很多国外玩家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样一个角色 虽然日版保留了《线魔旅》 但节目里关键的那招 灌肠杀必死却没能得以幸免 在成品版中还是被删除了 于是《线魔旅猥亵蜘蜘蛛侠》这个片段 也就成为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只有在原版的电视节目当中才能看到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公爱的一些玩家也知道了这个传说中的角色 有些玩家甚至还呼吁《线魔旅》能够复活 好在当初社长还真是在土星上玩过日版的 漫威超级英雄对接吧 《线魔旅》这个画风独特的角色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一查 没想到背后还有着这么一段有趣的往事 虽然社长也希望能够复活《线魔旅》 但是由于这个角色的版权是由Capcom 日本电视台 Aravo三家公司共同保有 想看到《线魔旅》复活 恐怕是希望渺茫 好了 这期社长聊接机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